好了这个鞋子到了 两大箱 拥有四双鞋 到了 今天到了两个 大箱子 就是因为太大 所以说屏幕 这个镜头又不够广 所以说已经照不下了 买了 买了四双 阿斯克斯的鞋子 应该不叫阿斯克斯 应该叫 两双给自己买的 两双给爸妈买的 然后 开箱吧 废话不都说开箱 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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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箱子里面 一个箱子里面有四双 这个有点出乎我意料 让我有点震惊 另外一个箱子里面 岂不是又有四双 我一共就买了 哇 天呐 太让人震惊了 这这这这 让人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我天呐 那我们就我都不知道这四双是什么 就是我 我们是这样子 这故事比较曲折 就是我 我在网上 就是阿斯克斯的eBay上面 就打折 就是只要18块钱一双 就原价 它官网原价虽然比较虚高 但是大概是130左右 然后 这个只要18 18刀一双 然后我就买了四双 但是呢 因为很久没有发货 所以说我就就是向eBay申请 向eBay申请就是 就是申诉嘛 然后说 就是我要我要我要货 我我我选 它有两种选项 一种是退钱 一种是我要发货 然后选的要发货 但是eBay过了几天之后 就直接给我推款了 但推款了之后的一两天 然后 它又发货了 然后我想的是 就是 先有点震惊 先打开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鞋子吧 一个一个打开 这个是 这个是 是给我妈买的 对 就是因为 因为因为就是 就是 咋说呢 哦 我还送了 送了 不同颜色的这个鞋带 就是本来是这个 纸 有点紫色的这个条纹的鞋带 然后又 现在是这个 就是 还有这个 绿色的鞋带 就是因为是这个叫什么 打折 打折很多 应该是那种 就是卖不出去的 那种颜色 很难看的鞋子 所以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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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便宜 然后 对 就是 就是 但是就穿得舒服嘛 然后我妈也很喜欢 所以说就 就买了 这个是 这一块是有点皮的 这一块是那种布 说不上那种材质 反正挺轻的 应该 扎斯科斯鞋子穿的都比较舒服 先 对 这个是 这个是 叫 叫 叫大包罗 大包罗 丢一边去 然后看看这个 这个是给我自己卖了 就是 这个 款式嘛 反正 就那样 然后就 在这个叫什么款 这个叫 这个叫 叫叫卖 然后 然后 就是反正就比较一般那种的 然后 但是便宜嘛 对吧 而且现在看来应该是 就 就过分便宜了 然后 然后 就颜色 就挑了一件 先挑了一种 就是相对来说 就是没有 那么难看的 这个颜色 虽然说也挺素的 它这个 鞋子的 这个地方比较 比较独特 不知道它这个有什么用 这个 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 这个 不懂 不懂 比较 比较奇怪的 一双鞋吧 对 就这样 然后再看看 剩下的 这个是一样的 因为就款式有限嘛 然后这个是 给我爸买的 这一模一样了 只不过就是 就是 小小一点 小一点 来看看这个 这个是我给我自己买的 另外一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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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这叫什么 这个 这个也是 这个 大波罗 就是另外一种颜色 这种颜色相对来说 比更 这个是男款 鞋底涨得还 鞋底 你看跟这个 这个 铝款的 大波罗 就不一样 那个鞋底感觉要 要 要 潮一些 然后 颜色嘛 反正就是 就肯定不是那种 特别好看的颜色 但是 哎 虽然说都叫大波罗 为什么 插的这么多呢 就感觉是 两种不同的鞋子 可能款型差不多 但是材料就不一样 比如说 铝款呢 它这个 它这个是那种 应该是那种 画签那种材料 但男款的话 它这个地方是 反正 反正是皮质的 肯定不是真皮 纺皮 但是皮质的 然后 对 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现在去 去把另一个箱子搬过来 就是 就是 就是我当时 我看到有两个这么大的箱子的时候 我也怀疑了一下 是不是 有人给我买了 从一个地方买的 就是 然后都住在一个地方 但是我确认过 就是两个包裹上都是我的名字 箱上都是我的名字 所以我就都拿回来了 这个 我再拆开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回事 感觉这个好像比那个 哦 也不 也不轻 有可能是一样的 它 发了两 就是重复的发给我 天呐 而且还不要钱 我剪成是白嫖了 八双鞋 我感觉这辈子都不用卖鞋了 就虽然说阿斯克斯的鞋子 确实穿的很舒服 也比较耐用 我 我这个 我这个啥 我这个 相当于是 啊 这没有三双 哎就很奇怪 三双 那就不是重复的 但是我没有买啊 然后就是 我穿过之后 我基本上就没有 就是日常就没有穿过 其他牌子的鞋 可能是因为 也算是比较合脚吧 然后 比较合我的脚型 好像我觉得穿的是我穿过的鞋子最舒服的 也是挺难用的 在实验室反正 就什么笔定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容器 在鞋子上面好像也没什么事 但是 就有一次 我感觉我唯一一次把鞋换了是因为 就是 好多笔定撒在了鞋上 我感觉那鞋 即使鞋没有坏 但是我也不敢穿了 来看看这些是什么 一个一个开 震惊了 感觉我是鞋贩子 这个是 也是一个8号的 这个 这是9号的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麦 是一样的 我就不用开了 这个是 应该 这个是那个大波罗 应该是 对 就是9号的 大波罗 这个 我看是8号的 应该是我爸的那个 就是就是这个 对 这个 8号的这个这个麦 好啦 我现在有 有 四双鞋 我爸有两双 我妈有一双 天呐 震惊了 有一堆鞋 好了 今天的 开箱就到这里吧 就是如果说 那个 阿斯克斯 应该也不可能 能看到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联系我 联系我 告诉我付款方式 我会付款的 刚才 刚才把东西收拾了一下 然后 又 喝了点 冰口罗 压压筋 刚才 把 整个 这个过程 大概梳理了一下 我在 6月21号的时候 下了单 然后过了大概快 一个月 就7月15号的时候 还没有发货 然后我就 通过eBay 提出了这个 申诉 然后当时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退款 另外一个是 就是要货 然后我选的是 我还是要货 然后就提交上去了 然后 这时候就是 eBay会给 这个卖家 三天的时间 去反应 然后过了三天之后呢 卖家还是没有反应 那么我就 就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呢 我就又向这个 eBay 申诉说 就是卖家没有 没有反应 然后 eBay就 很快就 把 钱 退给我了 在7月18号的时候 我就收到了 这个 eBay的这个 这个 退款通知 当时还觉得 挺可惜的 那么我想 可能就是说 这个 这个阿斯克斯 这个阿斯克斯 应该是 在网上有这个价格错误 但是他又 懒得去 处理 然后就等到时间过了之后 这个订单自动就取消了 但是 那我没想到的是 过了两天 然后我收到了 啊 eBay的邮件说 说已经发货了 然后 又过了一天 我收到了 来自 阿斯克斯的邮件 然后在邮件里面呢 他们就说是因为 这个 这个 新冠的影响 他们的这个 分配中心呢 就受到了很严重的 这个冲击 然后呢 他们就 表示 抱歉 但是呢 他们 也会 尽快的 把东西寄出来 从此里可以看出 就是 新冠的影响 确实比较大 那么他们的这个 整个 流程还是比较混乱的 就虽然 薅美帝的羊毛 很爽 但是 还是联系一下 卖家看看能不能 就是把款补给他们 但是 多的那三双 我决定还是退了 因为 真的不需要那么多血 也希望 呃 这个发错货的 这个 员工吧 不要受到什么 影响 因为 也看出来就是 因为新冠 所以说 这个所有东西都很混乱 都很 都很 这个人员肯定 人手肯定是不足的 可能各方面都很混乱 就不希望 因为这个事情 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毕竟 对吧 美帝已经 有400多万例的感染了